一名内阁大臣指,事情因英女皇年事件高,而家境安排,英女皇伊丽莎博二世已戒92岁,虽然健康状况一向良好, 但他上月底因为不是缺席伦敦申报罗大教堂的公开活动,令他的健康问题暂受外界关注。 英国传媒报道,白亭上周曾举行因英女皇一旦驾峰的秘密彩排,多位内阁大臣主领,以关如何公告天下吉桑里安排的演练,包括筹备为70天的全国哀悼期, 一,据报今次驾峰彩排于上周四举行,有首相王翠山的副手,那个办公室部长李达德、David Lightington 主持模拟紧急会议,出席者包括内政大臣贾伟德,Sedrovid,夏议院领袖兼淑蜜月议长李亚华Andre Lesson, 以及苏格兰事务大臣安达韦David Mandel等的人,而今次驾峰彩排代号鸽子宝, Cathed Off就将英女皇一任驾峰的一日安排,由内阁部长决定首相应可时公布消息, 而彩排在英女皇上周不是的统一周举行,而事实上,对于女皇一旦驾峰,如何公告天下吉桑李安排, 皇室早有及详细的计划,英国皇室已替女皇立室做好准备,一旦女皇驾峰便会用爱与伦敦桥, London Bridge,向首相扶传达消息,制定暗号的目的巨星是因害怕遭接听, 因此当女皇一离世,私人秘书便会透过电话告知,手下这个暗语, 借此暗号传达消息,防止混乱发生,而白青部时更新交官安排, 但上周的秘密彩排规模是前所未见,首次出动不同的内阁大臣聚集在一个房间内开会, 而之前的彩排只有官员参加,一名内阁大臣指,事情因英女皇年事件高, 而家境安排,彩排在那个办公室房间内举行,也是召开眼镜蛇紧急委员会会议的地方, 而政府助手会被禁止泄露消息,大臣们会研究召开由600人组成的眼镜蛇紧急委员会会议, 商讨新国王登记安排,届时女皇一体会在西门寺大厅摆放四天, 而新国王会到苏格兰和威尔兹访问,已凸显两地是国家领土完整的一部分, 今年还是伊丽莎白女皇二世,与她的丈夫结婚七十周年的庆典, 菲拉亲王和伊丽莎白女皇二世相差五岁, 菲拉亲王出生于欧洲没落的一个王族, 他父亲安德烈王子是希腊国王乔治一字的七个儿子之一的第四子, 根据英国皇室记录,两人首次相见是在1934年, 据称女王对菲拉亲王一见倾心, 菲拉亲王1946年求婚,在1947年7月9月订婚, 四个月后的11月20日上午时时三十分在西门寺结婚, 女皇的双亲1923年同样在西门寺完婚, 女皇室帝是位在西门寺结婚的英国皇室成员, 皇室今天发布两人最新合照职, 照片由摄影师可里欧克, 抄刀,时间是11月初, 第,店在温莎城堡的白色会客室, 高龄91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至今在位65年, 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菲拉亲王则是年龄最长的英国皇室男性成员, 69岁的长子查尔斯王储成为英国史上, 等待一位时间最久的王位继承人,